深夜十点陪你读书 做多久,决定了你的寿命 来自作者尹不凡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文章 请在文末点一个再看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上班坐着,开车坐着 吃饭坐着,看电视坐着 打游戏坐着 除了挤地铁的时候抢不到座位 一天中的其他时刻 几乎都保持着同一个坐姿不动 你是不是这样的呢? 久坐已经成为了 现代人最普遍的状态 统计表明 我们每天的平均睡眠时间 不超过7.7小时 但坐着的时间却有9.3小时 而这一寻常动作 正在成为我们健康的隐形杀手 WHO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有200多万人的死亡 与久坐有关 而每天多坐两小时 磷患癌症的风险 就会上升10% 下班回家 舒舒服服地 赖在沙发上 来个葛优躺 似乎再惬意不过了 可你知道吗 你的身体 其实并不享受这些放松时刻 我们多坐的每一分钟 都在将自己的身体 推向不可逆转的糟糕境地 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 难道我们的身体 不喜欢坐着吗 实际上啊 他真的不喜欢这样 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短时间坐一会儿 的确能帮我们 从紧张的情绪中恢复过来 也能在运动后恢复体力 但如今 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坐着的时间 远远大于了活动的时间 我们的身体 也因此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 来看看 以下这些久坐的危害 你知道多少 我们全身 有超过360个关节 还有大约700块骨骼肌 这让我们能够 轻松流畅地 做各种动作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的身体 正是为了运动而构建的 而久坐 恰恰是骨骼所不喜欢的 最常见的坐姿 是弯着腰 并下他肩膀 这个姿势 会给你的脊椎 增加不平均的压力 日积夜累 它会磨损你的腰间盘 使一些关节和肌肉 过度劳损 而保护骨骼的肌肉 一旦失去了作用 你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在直接伤害骨骼 国际医学权威期刊 《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 杂志指出 健身跑步者的关节炎 发生率为3.5% 而久坐不动人群的 关节炎发生率为10.2% 不止关节炎 颈椎病 腰椎肩盘突出等病症 也越来越呈现年轻化趋势 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 却拥有一幅40岁的骨骼 各种滋味 唯有自知 你久坐的时候 有过四肢肿胀 或者肢体麻木的感觉吗 这是因为 在那些被挤压的 最厉害的部位 神经、动脉和血管 会慢慢被阻塞 从而阻断神经信号的传导 引起麻木 并且这种堵塞 还减缓了身体中 血液流动的速度 最终导致四肢肿胀 久坐啊 往往还伴随着一个标配 二狼腿 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过 翘二狼腿的魔咒 可我们的肌肉神经 却因此遭了殃 这直接导致了 它们在长期压迫下 变得麻木 长此以往 甚至可能造成脊柱侧弯 从今天起 不妨试着按捺一下 自己想要翘二狼腿的欲望 千万别让舒适 偷走我们的健康 颇为滑稽的是 我们坐着 原本是为了能够 更好的集中精力 来处理学习 工作等事物 但长久地坐着 最终却会使我们 无法专心致志 坐着不动 使血液流动缓慢 进入血液的氧气 因此变少 而我们的大脑呢 却十分需要这些东西 来保持灵敏 随着大脑活动减慢 我们注意力集中的程度 也开始渐渐降低 对于老年人来说 久坐则直接增加了 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 2017年 英国六浦约翰·摩尔斯大学 曾进行了一项实验 他们将15位上班族 分成两组 一组连续四小时不间断工作 另一组则被要求 每30分钟起立一次 然后去到跑步机上锻炼 结果显示 当行走之后 大脑血流量 会有较为明显的上升 而久坐不动呢 大脑血流量 则会不断地下降 因此 专家建议 可以将电脑或手机 设置为每半小时 进行一次提醒 你可以站起来 溜达一圈 再回来继续工作 从现在起 试着让自己不再被封印在办公椅上 你的大脑很可能会在未来感谢你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研究表明 每日坐六小时或以上将增加患病机会 且扫死风险增加25% 此外 关于久坐 还有这样一组数据 久坐会使患二型糖尿病风险增加88% 患心脏病风险增加14% 患肺癌风险增加27% 患肠癌风险增加30% 患子宫癌风险增加28% 久坐时 我们的身体也随之放松了警惕 各项机能都不似平时活跃 而这正给了病魔趁虚而入的机会 现代人总是忙于尝试各种抗癌食谱 抗癌运动 却丝毫不知 平日里习以为常的久坐 正在向癌细胞敞开大门 令人悲伤的是 久坐带来的危害是无法挽回的 我们只能通过立即采取行动 来尽量减少 可能发生的伤害 使用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 练习办公室健身操 每隔一小时 做60秒的伸展运动 这些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身体损伤 但最有效的 则是彻底改变 我们固有的思维方式 比如生活中的很多事情 我们大可不必坐着进行 短距离路程直接步行 在办公室选择站立办公 回到家 一边运动 一边娱乐 这些都不实为好的选择 国外一位上班族女性 就富有创意地决定 将部门开会的地点 从会议室转移到户外 并称其为散步会议 从那以后 她和同事每周都会步行 20到30英里 这完全改变了她的生活 经过几百次 在大自然中的散步会议 她终于明白 原来健康和工作 是可以兼顾的 所以屏幕前阅读文章的各位 不妨先站起来 活动一下筋骨 迈开步子 从不再久坐开始 为自己选择一种 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好了 我们今天的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完了 点亮再看 祝愿每位努力拼搏的人 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正如文中所说 想要健康长寿 我们最该做出改变的 除了生活习惯 还有生活思维 只有真正养成科学的饮食思维 人体才能持续活出健康与活力 所以除了改变久坐 十点君还想免费送你再读一本好书 教你如何用健康饮食 吃出强壮体质 顺便减掉五十斤的书 我减掉了五十斤 作者是国内著名心理咨询师徐徐 他曾因工作压力太大 饮食作息乱套 皱胖几十斤 还突发各种疾病 于是他开始纠正自己的生活思维和习性 从饮食运动和心理进行全面调试 不仅瘦掉五十斤 身体也恢复了健康 只要你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 关注十点书店 回复健康 就能立马免费学习 徐徐是如何从饮食 运动和心理三方面着手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身心一同减负 减掉五十斤 状态更年轻的方法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咯 我是素年锦时 在河南鹤壁 祝你晚安 做个好梦 请不吝点赞